哈囉YouTuber,我是克里斯汀 吃蝦容易過敏 膽固醇含量很高 而且一定要買活的才新鮮 真的是這樣嗎? 本支影片由 金車生技水產養殖研發中心 贊助播出 參加活動有機會得到冷凍鮮蝦喔 愛吃蝦子的人很多 而且國內的產量也非常的驚人 但就是因為大家愛吃 所以很多的謠言也是充斥著滿天飛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幫各位 破除關於蝦子的三大迷思 首先我們要破除的第一個迷思就是 蝦子的膽固醇含量很高 其實呢如果你不去考慮蝦頭跟蝦膏的部分 單純就蝦子白肉而言 50隻白蝦的膽固醇總含量 其實也就只等於一顆雞蛋 那大約是250毫克 而一個人一天建議的攝取膽固醇的含量 就是不要超過300毫克 另外一個我們要考慮的重點 就是食物當中的深膽固醇指數 CSI 嗯...犯罪現場 CSI的指數越高 代表你的食物越容易影響你血液當中的膽固醇含量 蝦子的CSI指數是7.5月 低於豬肉的13以及牛肉的12 所以代表吃蝦其實比吃豬肉跟牛肉還要不容易累積膽固醇 但是當然我們剛才討論的僅限於蝦子的白肉部分 如果你要去吃蝦頭或者是蝦糕的話那自然就另當別論 那一定要小心注意 第二個要打破的迷思就是吃蝦容易過敏 講到這個話題我就很想要跟各位分享我高中時候的一個故事 我有一個同學他在段考的前一天晚上跑去夜市吃了一些草草蝦之類的 然後隔天段考的時候他的臉整個腫了就像是戴了一個假面具一樣來上課 然後我們大家都傻眼就說哇你過敏啊 他說對啊我吃蝦過敏那那個畫面我真的是一輩子也忘不了 所以欸玉智感謝你讓我分享你的小故事給大家聽 好啦言歸正傳你的身邊可能也跟我一樣有這樣子的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也容易遇到吃蝦子過敏的問題 當然蝦子如果你本身就是你的過敏人的話 那沒什麼好說你一定會過敏 可是常常我們都是因為吃到不乾淨不新鮮的海鮮類 所以才導致你的身體出現類似過敏的反應 不新鮮的蝦子容易去刺激你身體血液當中的肥大細胞 然後會釋放出一些組織案 導致你的血管擴張然後皮膚開始腫脹這些過敏的反應現象 另外一個引發過敏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養殖的環境不乾淨 或者是使用了某些藥物或者是飼料所造成的 金車生計水產養殖研發中心 它就是利用原酮的養殖技術去隔離病菌以及土地 這樣確保你的養殖的過程當中是一個乾淨無污染的環境 所以當你在挑選蝦子的來源的時候真的得要多加留意 你必須要選擇沒有添加化學藥劑的養殖方式 而且要透過第三方認證最好是要有權威性的指標 像是產銷履歷就很重要 確保你的蝦子沒有受到病毒的感染 或者是有用施打抗生素等等 安全無慮了以後最後最後要確保就是新鮮 蝦子新不新鮮你其實不能夠看到它有沒有在跳動當作判斷 因為有心人是可以添加一些藥劑讓蝦子活蹦亂跳 農委會漁業署表示其實冷凍的水產品 只要在儲藏期跟運送的過程當中可以保持低溫冷凍的方式的話 是可以完全保留魚、蝦的新鮮度以及它們的營養價值的 因此只要你是利用急速冷凍的方式處理 然後全程維持-18度C的運送的話 是很有機會比傳統市場買到的蝦子還要新鮮的 最後就要各位幾個去判斷蝦子新不新鮮的小技巧 首先一定要先用自己的鼻子聞聞看 如果有腥味代表說它已經不新鮮或者是有細菌感染了 那這個就可以直接越過不要去挑 另外如果是新鮮的蝦子它的外型應該要非常的完整 它的外殼是光亮的而且不會黏黏稠稠 喔對了其實蝦子的白肉也很適合健身族群喔 因為它一克的肉它大約就是一大卡的熱量 那當中有22%的蛋白質 而且脂肪的含量也才0.7%喔 怎麼樣聽完有沒有想要開始吃蝦了呢 我們會利用金車的鮮蝦製作為 鮮蝦煎餅的影片給各位分享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連結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要按讚分享或者是訂閱頻道 我是KCD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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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